前往賓州造勢時 川普突然心血來潮 快閃超市 老闆好驚喜 先是親切寒暄 但這時川普出招了 他拿出一張紙 開始大批賀錦麗 批評拜登賀錦麗執政之下 同膨高漲 要是賀錦麗再執政 全美經濟會破裂 他還強調若自己勝選 第一件事情就是 馬上打給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要他履行之前的承諾 川普說的是 之前要大陸買單 500億美元農產品的協議 而川普會來到這人口 不到400人的小鎮 來拉農村票 川普地毯試著在關鍵搖擺州 賓州拉票 但是目前民調顯示 賀錦麗小福領先 來到50% 領先川普四個百分點 川普難道不擔心嗎 如果你這次不成功 你會看到自己再次走 四個年嗎 沒有 我覺得 那會不會 那會不會 我完全不看到 我希望我們會成功 他之前專訪時說 如果這次沒選上 2028也不會再選 不過現階段 賀錦麗再拋出辯論的球 說要再辯一次 但是目前川普拒絕了 同時賀錦麗又募資2700萬美元 並且預計本週會在賓州 批斯堡端出經濟藍圖 吸引中間選民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